你好 欢迎收看3月22号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李慧 国内AZ疫苗22号正式开打 花莲慈激医院和门诺医院分别配到了 1400剂还有600剂的疫苗 我花莲省卫生局局长朱家翔 也亲自前往关心第一线医护人员的施打情形 并且强调预防疾病最好方法就是施打疫苗 AZ疫苗22号正式开打 这次花莲慈激医院及门诺医院分别配到了 1400剂及600剂的疫苗 在各院院长带领之下 此季和门诺各有22位站在第一线的离床医疗人员 完成第一波疫苗接种 不会的 真的没感觉 早点有防护力 医疗人员是第一线的 我们急诊第一线的 就是我们一定不能打 那确实说在打的之前 我们当然其实每个人都还是会有一些紧张或忧虑 不过我觉得很重要的是 其实疫苗它还是对我们来讲是有帮助的 特别在第一线的医务照顾 那把自己照顾好 能够把身体弄好 其实我觉得它是对我们来讲 是很重要的一个因素这样子 打各种疫苗都多少会有一些 不适应的一个状况都会有 就是正常的那个疫苗都会有 那这部分我们在人力上面 其实已经是有做充分的准备这样子 花莲县卫生局局长朱家祥也亲自前往关西施打情形 他强调预防疾病最好的方法就是施打疫苗 那AZ疫苗我想在全世界也打了数千万起了 那所以我想当然没有一个东西是白质版安全的 但是整体疫苗来讲 它的安全性是非常非常高的 那我想AZ疫苗虽然说有一些负面的一些新闻出现 感觉上好像是有一些这个必发症产生 那如果打了疫苗之后呢 它的发生率是否真的有增加 那其实有很多时候是并没有差异性的 那所以这个疫苗施打 其实是整体来讲是安全的 我非常乐观我们国产的疫苗会在不久的时间就会出现 那我想当我们自己能够制制国产疫苗的时候 我想对于新冠病毒来讲 那它会有更好的一个防护的效果 根据花莲县卫生局统计 花莲各大医院提出第12级暴露风险等级 医护人员约有3,119人 卫生局长朱家祥也提醒民众 虽然有疫苗接种 不过防疫措施还是要继续保持 目前防疫政策也不会有所改变 勤洗手、戴口罩、做好防疫措施 才能够保护自己也保护他人 谢谢许丽琴、华莲市报道